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Doker 今天是第五期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容器的使用 是这样 一开始今天的标题 我想定义为容器的生命周期 但是字数过长 所以说我就较为容器的使用算了 其实内容都会给你讲到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看今天的知识点 两个 第一 咱们从DokerHub上面去寻找咱们所需要的镜像 第二 该如何使用这个镜像 是这样 有朋友给我反映说 从国内并不能够直接访问到DokerHub 我给您的回答是 作为IT工程师 作为Engineer 您一定会有办法的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DokerHub是这样 我这写了一下 就是说咱们不要重复的发明轮子 DokerHub上面应有尽有 一般的朋友来说 我想干个什么事 我都从零自己干 完全不要 您应该是在建立自己的镜像之前 先去DokerHub上面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模板 特别是有没有官方已认证模板 您拿来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而不要再重复发明轮子 OK 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 接下来 咱们从DokerHub上面找到了 那么咱们找到这个镜像 该怎么使用呢 这是今天咱们的重点 咱们家请看 今天咱们使用基于Nginx 这个软件 咱们去建立一套 咱们自己的Web服务器 可以自己维护的那种 该怎么做呢 是这样 咱们一般搭建Web服务器 一般都是用两套软件 要么是Apaq Apaq 要么是Nginx 对吧 现在用Nginx的公司比较多 为什么呢 大家都反映Nginx比较快 其实是这样 在Apaq2.2之前 确实是Nginx比较快 但是自从Apaq出2.4之后 两个软件的性能 应该是不相上下 这个我也不去评价 哪个好哪个坏 反正我现在用Nginx多一些 但是我的个人网站 用还是Apaq 我公司网站 我维护的那套公司的那套系统 用的是Nginx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那么该怎么做 首先去下载Nginx的镜像 这个地方 我先给您说一下 比如说我要想做Nginx 我想用Docker做 我该怎么做 我不是说首先去下载 首先我先提到这个浏览器 干什么 我先去访问一下 Nginx的官网 看什么 看一下它最新的版本是哪个 咱们去看一下 好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进入了Nginx的官网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下载 大家请看 最新的版本是1.17.5 对吧 OK 咱们知道了 现在官方最新的版本 然后怎么办 然后咱们呢 进入Docker Hub 在这地方咱们敲Nginx一回车 大家请看 第一个就是 点击进入 在这地方有个Tag 对不对 点击Tag 然后咱们找看看 它有没有给咱们提供了1.17.5 这个Latest 在生产环境不推荐您使用 咱们不要看 跳过 Pull跳过 主线跳过 这都往下跳 这都不管 跳到什么地方 跳到有版本号的地方 大家请看 这有了 1.17.5 1.17.5 这都不管 咱们用哪个 大家请看 我准备用这个版本 1.17.5 然后后面注意看 这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非常小的Linux的 微内核的版本 就是说 咱们是基于阿勒帕 Linux核心的 这么一个最新版本的Linux 咱们今天选用这个版本 所以这地方咱们大家选择复制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我已经给您复制过来了 对不对 那咱们就去下载这个版本 显然少许 马上开看 好 咱们要下载它 Go 正在下载 因为是微内核的Linux 所以说速度非常的快 好 那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下载下来 大家请看 Ninux Tag 17.5 R-PAN的版本 没有问题吧 OK 看大小 仅仅只有21兆 是吧 21.4兆 没有问题 下载完之后 该怎么使用 上期我给您讲过了 咱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虚拟机 容器 对吧 咱们想在这个容器里面执行命令的话 仅仅是后面跟上一个普通的Linux的命令就可以啊 那咱们就去试一下 列出这个容器的根目录 注意看 出来了吧 非常小的内核Linux 然后 干什么 咱们去看一下 这个Linux的核心 是哪个版本 可以吧 大家请看 它用的是R-PAN Linux Linux 没有问题吧 very good 这是R-PAN最新版本 是这样 过两天我准备 再咱们从零器装一下这个Linux 这是咱们今后的话题 OK 咱们知道了 咱们下载的镜像 用的是哪个Linux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 这个镜像里面 默认给咱们带了一个Nginx 那咱们就去列出一下 Nginx的配置目录 或说全局目录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所有的Nginx的配置文件 都在这个目录下 好不好 其实这个关于Nginx的配置 包括这个优化 我可以讲一套课程 甚至可以写本书 但是咱们今天不考虑这么多 咱们仅仅看两个主要的文件 哪两个文件 D Nginx全局设置文件 咱们去CAT它一下 就是说去看一下它的内容 Go 这期我不想把它当作 这个Nginx的教学课程 但是咱们可以简单的 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 这个用户 系统用户是Nginx 这是Linux的系统用户 是Nginx 然后工作线程 它用的是自动模式 然后出错的log 写到哪个目录下去 这个是Nginx的系统的ID PID进程ID 后面这个是log的格式 这个是 因为Linux Nginx为什么速度快 就是因为它是基于event 基于事件的 这个核心 这是目前的设置 然后咱们针对http 做一套设置 一般像现在的时代 都是用https 但是没关系 这个今后有时间 我给你看Nginx课程 大家请看 这个是包括它的 在这http这个里面 咱们可以指定多媒体类型 流类型 log的格式 这边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log格式 如果是有代理服务器的话 这个地方需要改 然后存取log 这是输出存取log的全路径 这个log格式 就是这个格式 这俩是配置一对的关系 这个是系统的 Linux核心的内容 发送文件 然后包括一个连接 活多长时间 对吧 包括要不要压缩 大家请看 要不要压缩 这个地方 它就屏蔽掉了 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发送内容压缩 文本压缩 肯定是提高效率 但是如果是图片二进制的话 压缩反而是影响效率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平衡balance的问题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子网站 或者说虚拟主机的配置文件的路径 include 这个和阿法奇是一曲同工啊 好 这是Nginx的主文件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默认的就一个虚拟主机的文件 好咱们看一下 如果大家真的对Nginx感兴趣 我倒真可以开课 Nginx我用的比较多 好咱们请看 它默认就一个虚拟主机 大家请看 服务器 真听端口号80 没有问题 服务器名 localhost 这就咱可以起 比如像我自己做网站 比如说我这地方 就叫commavideo 对吧 都可以 存取log 它这屏蔽掉了 因为它用的是刚才 全局设置的log文件 然后呢 这地方非常重要 这就是说 我这个vive服务器 我要指定个根 这个根映射到本地的哪个目录 这个目录 咱们大家记住 一会儿呢 会用到它 然后默认显示哪些个索引文件 没问题吧 404的page 这是什么 包括这个错误页 错误页去导向哪个文件 对吧 这个是 是不是要做这个服务器的反转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配置 比如说 是不是支持这个pp 是不是支持这个python 如何的反转 如何的真听 都可以做详细的配置 这地方它都给它屏蔽起来 这个有机会 我再给您细说 好 那咱们讲完了 简单的nginx的配置 大家请看 刚才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镜像 默认的vive根目录 咱们去看一下 它有什么内容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个镜像里面 nginx的vive根目录 下面仅仅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索引文件 一个是出错导向的 错误文件 好吧 就这两个文件 咱们知道了 知道之后 咱们干什么 启动容器 确认效果 试一下 稍等 在运行这个命令之前 我想给您讲解一下 刚才咱们看到了 这个nginx默认的端口号 是多少 是80 对吧 但是这个80 咱们可一定要记住 是这个容器内的端口号80 那咱们本机想使用它的话 需要把本机的端口 和容器的端口 做一个镜像 大家请看 这地方 杠P就是做镜像 也就是说 让容器内的80端口 映射到我本机的8088 好吧 这个非常的常用 一定要记住 好 那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go 好 启动起来 咱们用nmap 我看我的机器 有没有nmap 还没有 没有就算了吧 那换句话说 我本地就已经启动了 8088 8088端口 咱们怎么看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容器 是不是已经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了吧 对吧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映射到容器的 80端口 本地是8088 然后咱们先用这个 crew命令 去访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访问到 没有问题 能够访问到 接下来 咱们用我本地的流远器 再去访问他一下 看能不能访问到 大家请稍等 为什么不能访问到 问大家一下 为什么不能访问到 对 因为他不是我本机 是我另外一台 Linux的机器 这地方我应该是 Knowing 我应该是敲他的IP 拉紧稍等 192.108.108 ok 出来了 没问题吧 是这样 我在做这条客县的时候 是我本地有一个 Uban兔的桌面版 这个是一台机器 然后我做了所有的Doken的应用 是我在另外又建了一台虚拟机 我是在那个里面做的 那台虚拟机的IP是16 好吧 ok 再多给您说一下 我本地的搭建的成功 说明我这个地方运行成功了 对吧 OK 那么 我再看一下 我本地所运行的这个 正在运行的容器 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我如何把它停掉呢 stop 空格 切上myweb myweb是什么 是我刚刚启动时 所指定的这个容器名 好不好 OK 我现在把它stop掉 stop了吧 stop之后 咱们再回来看看 还能不能访问 肯定不行了 对不对 对 那咱们再把它start起来 这个就跟咱们再操作 一个本地的软件 或者本地的服务室 一个效果 这是最基本的 简单的使用 没有问题吧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个命令 比如说 列出所有的容器 这个地方 跟刚才不一样地方 是我加了一个-a 对吧 大家看看 我本地已经装了 这么多个容器了 对不对 我如果不列 不加-a的话 是仅仅显示 我当前正在运行的容器 这个挺您的要区分好 OK 那咱们先手续 我把刚才这个myweb 再把它stop停掉 OK 停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没有了吧 什么正在运行的容器 已经被stop掉了 停掉了 对不对 好 停掉之后 我要干什么 我要把它删掉 刚才我指定了名称叫做myweb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好 那么咱们把它删掉 删掉了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再 list都看不到 然后呢 -a 稍等 咱们清平 因为我把这个字幕调的比较大 所以说 您看来可能有一些个费劲 我看看 但是我调小的话 您可能看起来就字体比较小 看不清楚 OK 咱们已经把它都清掉了 对不对 OK 我刚才用这个rm命令 清的仅仅是咱们本地已建立的容器的一个 如果我想把所有容器都清掉的话 这有一个快捷命令 用这个prone 好 试一试 大家看看 我把本地的所有的容器都清掉了 然后咱们用这个rs-a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对吧 运行中容器 也没有了 都清得非常干净 对不对 OK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咱们去用Doker搭建一个web服务器的 基本的使用的方法 好不好 OK 接下来是这样 刚才咱们建的这个服务 大家请看 我用的是这个容器内默认的html 那些个文件 对吧 那咱们开发室 咱们肯定是本地 有一套自己咱们公司的web目录 对吧 自己的项目录 那怎么用这个NGS和它绑定起来呢 需要用到一个mount 咱们看看怎么做 好 咱们试一试 首先我在本地建一个 这个相当于咱们公司自己的网站 或者咱们的个人的博客 都可以 建个目录 试一试 好 我现在在这建一个目录 myweb 进入它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去编写一个 比如说这是咱们自己网站 对吧 咱们编写一个 咱们自己html 可以吧 完全可以 对吧 编一个 内容 其实咱就这么一句话 Hello DokaWord 可以吧 好 这是咱们默认的网站的首页 退出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再运行一下 和刚才有什么不同 大家看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 我把我本地的一个目录 绑定到这个容器内的 哎 稍等 绑定到这个容器内的哪个目录下 以止度的方式 然后这个容器内的这个目录 就是刚刚咱们看到的 它的容器的根目录 没有问题吧 也就是说 我把容器内的一个目录 和我本地的一个目录 做了一个绑定 这样咱们在运行容器时 看到了 就是咱们本地的那些文件的内容 图片啊 文字啊 都是能够看到的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先稍息 马上试一下 这个长长的命令 go 没有问题 然后 咱们先用这个crow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在访问这个8088的时候 看到是刚才咱们这个 Hello Docker World 对不对 你不信 没关系 咱们再拿browser看一下 Welcome to Nginx 刚才 go 出来了吧 OK 那咱们再 把这个内容再捋一捋 咱们下载了一个Docker Nginx 对吧 然后咱们在本地 咱们开发时 建立一个咱们公司自己的网站 有很多的这个HTML 有很多的图片 对吧 然后咱们建完之后 咱们用这个容器里面的 Nginx根目录 和咱们本地的 咱们的自己公司的外目录 做了一个mount绑定 对吧 这个杠位 做一个卷标的绑定 那么咱们在运行容器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显示到 咱们本地的网站的 那些个内容的信息 非常的简单 不是吗 咱们想想 如果没有Docker这个环境 咱们想自己搭一套Nginx 搭一套PVP 搭一套Python的环境 其实是很麻烦 不是说不行 是很麻烦 对不对 那么如果有这个工具的话 我感觉开发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 我的代码 还会放到马云 看中国上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下载一下 OK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我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咱们如何建立一个非常小型的 微内核的web服务器 希望您能够听明白 如果听不明白的朋友 没关系 留言咱们一起讨论哦 好 那这个课程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课程再见咯 拜拜